大家好 今天这一期节目 我们着重来聊一聊 如何有效的引导孩子 记住惩罚口诀表 尝试着用歌谣的形式 来描述惩罚表的特点和规律 方便孩子们理解和记忆 首先是让孩子理解乘法的含义 是加法的一种特殊的形式 比如三个五相加 我们可以写成五乘以三 或者三乘以五都可以 要是写成表格的形式呢 那就是杭数和列数相乘了 我们来看一看数一来相乘的情况 因为数一相乘表示只有一个这个数 那么就是他自己 以五为例 那就是一个五 如果变成两个五呢 两个五相加 那就是和二相乘了 数和二相乘就是自己翻了一倍 所以他们的成绩结果 都变成了双数 也就是偶数 数与三相乘 也就是这个数相加三次 那么所有的这些成绩 都是三的倍数 而且他们起点就是三 中间也是间隔三 这些都是帮助记忆的线索 数乘以四就是在乘以二的基础上 再乘一个二 数和五相乘 因为两个五相加一定是十 所以这个数是单数和这个五相乘 答案一定各位是五 双数的话各位就是零 数和六成的时候 我们着重记忆 六和七八九十几个数的成绩 包括六字几 这里呢 我们以前介绍过一个趣味算法 我会把链接留在后面 这个方法的具体说明 这里就不重复了 请大家关注后面的链接 数和七成的成绩很有规律 我们借助九宫格 这里是各位数的规律 从左到右按列连续填写 九个数 这是十位数的规律 是按行 从上到下 但是每一行的末尾和下一行的开头 是同一个数 数和八相乘的时候 我们只记八成八 这就简单了 八八六十四对吗 数于九成有许多有趣的方法 我们首推以前介绍过的手指算法 请大家关注后面的链接 这里呢 我们再介绍一个数位排列法 这个也很有趣 就是各位数 从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 排下来 从高到低 而十位数呢 是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就拼起来 就是他们的答案 还有呢 这些数的 各位和十位的和 都是九 而且 他们的十位数 总会比那个 与九相乘的数 要小一 这也给我们提示了一个 写出他们成绩的方法了 数和十相乘是最简单的了 只要在数后面加零就行了 这一部分在我们传统的 成法九九表里面是没有包括进来的 但是在海外生活的孩子 他们是会接触到的 因为在这里学校的孩子 他们的成法口诀是 一到十二的 我们就在十打指吧 刚好是一百个数 下面我们就按照刚才所叙述的 原则和规律 把行列同时填满这个格子 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个以左上角和右下角为对角线的话 这个表格他们是完全对称的 对应的方格类 这些数字都是完全一样的 因此呢 我们成法口诀就减轻任务了 只需要记住一半就行了 好了 希望今天的内容 能跟你和孩子带来乐趣 同时也带来实际的帮助 如果你喜欢 也请和朋友分享 也许真是他们所需要的 谢谢你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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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见